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鳳凜的鳳凜大戰 今天我們的個人的比賽就是和漢浩原萬特比賽 今天的主題是要初中促落流汗五線的常規 我們今天有請到引領的代表分別是男子女子島 男子島的成員分別是詩雲林、黃仲文和陳敬祥 而類似的成員分別是蘇凱晨、譚家仁和吳千林 你們的實力真的差不多 事不宜就我們今天開始我們的主題了 有請養隊的代表 你們第一回合的題目 就是要初中促落五線的同學 1點鐘至1點半可以做些什麼呢? 現在3、2、1 我叫斯華倫快點 答案是什麼呢? 手10分鐘內同學可以前往 洗手機洗掉它 或者到學校正門領著教掌送給他 答案是否正確 喂,你這聲音給我 你們玩嗎? 玩嗎? 你們說玩我 有請男子島 初中促落五線的同學 1點鐘至1點鐘做些什麼呢? 如果沒有特別事 同學需要在1點10分之前回到課室 同學需要在1點10分之前回到課室 同學可以在其他地方留念 我們三個答案是否正確 沒錯 答案是準時任方式的 同學可以自行先將餐墊和甲板放在桌面 之後用消毒用品清潔等待善進派發 看看答案是否正確 沒錯 可以清洗版 初中留下五隻同學 一時鐘至一時半可以做些什麼呢 不善長可以開始派飯 如果有缺席的同學 善長要將缺席同學的飯級 拿到校部署給出現你的工作 是否正確 這些就是一時鐘至一時半留下五次 你可以做的事 看看男子的分數是多少分 100分比上席 大量上席的男子組 第2回合 男子的分數是100分 女子的分數是0分 女子的分數是要比心機一點 有請潤隊的代表 初中留下五次的同學 1時至1時半有什麼不可以做的 3 2 1 OK 譚家人請你回答 初中的同學是1點、1點半之間 不可以去小買部署給你吃 如果想去小買部署給你吃 可以在第2個初出國時 去小買部署水位給光良 但是不可以買湯麵之類的 不如在家看看有沒有 copy 質疑 одна 母親 主機 爸爸 隨便 3 2 2 先 現在輪到你了 初中留下午餐的同學有什麼不可以做的呢 我們不可以將食用的飯盒亂丟 然後我們要將它整體放在飯箱裏面的膠袋 以及我們要一起保持火室的整結 看看答案是否正確 沒錯啦 又輪到你了 看看有沒有清倒板 初中留下午餐的同學 一點中至一點 會有什麼不可以做的呢 因為衛生問題 同學是不可以共用一個飯盒的 是呀 看看答案是否正確 沒錯啦 現在公布一下女子組的分數先 女子組分數是100分 而男子組的分數也是100分 我宣布這個回合是打和的 謝謝 首先來個總結 初中留下午餐的同學 學校都想提供和諧的氣氛給大家 享受過吃飯時間 當然啦 前來同學要實踐自律上規 可能有禮醫生服務的精神 而一起去見到一個和諧的校園 享受一個美好而愉快的環境 說得非常好 同學有責任去建立一個和諧後聯的氣氛 我們今天的節目完結啦 拜拜 拜拜